能与你同生共死 是我可以期待 叫我的死 你们先出去吧 事关皇家机密 我要亲自生 是 是 快起来 我已经安排了人手 今晚连也把你们送出宫了 干什么 知不知道施君什么罪啊 就这么想死吗 我们不能走 我们要是走了 这件事情就不会结束 馨央 你是要当皇帝的人 不要这么感情用事 感情用事的不是我是你 你就不该这么冲动 担下这施君的罪名 陆远潼施君这杯毒酒 白在我们面前 总要有人去喝 但有喝的人 不是你这个储君 一定有别的办法 我可以让大理寺去查 轻者自轻 一定可以还你们清白 明天早上 皇帝驾崩的消息 就会传出去 要是没有人承担起 弃君的罪名 陆远潼一定会借此罢了 以秦王之名发起战争 陆远潼迟早要犯 都是牺牲你们的性命 正能够阻止的 对 这场仗迟早来的 但不是现在 皇帝刚刚驾暴 你还没有登记 朝廷必定会打 这个时候开战 就是把百姓 往火坑里推 你说得对 我手刃真凶 替父皇报仇 就没有人再会反对我 继终皇位 也就能暂时稳定朝局 但你呢 你一旦成为弑君者 就永远看不到 明家昭雪的那一天了 当年我舅舅被积诏入宫 他算准了皇帝会对他不利 他大可以带兵入境 但是他没有 也没有让百姓陷入战火 在他心里 家族名声个人生死 在百姓面前 根本亿文不值 他担下了反贼的名声 换到了天下太平 今日 我们也要跟他一样 好 凯产 皇帝认错之后 我就已经彻底放下了这段仇恨 与长 殿下 我们心意已决 请成全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最后 我还是个奸臣 我曾数次想要逆天改变 每一次都以为即将要成功了 但最后结局都是一样的 那你后悔吗 就像我每一次选择再回来 都是有悔恨之事想要完成 但这一次 倘若这是结局 我误会 那与你同生共死 是我可以期待的 最好的宿命 我误会 我误会 你会想要逆天改变 我误会 你会想要逆天改变 我误会 你会想要逆天改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传我号令 暂停先前一切部署 按兵不动 侯爷 虽然太子未到 但是冯夕一处 此时正是我们一举拿下江山的好时机啊 冯夕此举是弃居宝帅 他先揽下了弑君之罪 这样 我们便没有了出师的名号 难道我们要一直等下去 等不了多久 待先皇入陵 新皇登基 按惯例 各地藩阵都要入宫述职 这时候 我们便可以借此为由 挥师入京 庞育那矛头小的根基尚浅 墓下掌握的兵力 也远不能跟我抗衡 待兵临成下 方可不占二屈人之兵 陛下 你们之前 接受了那么多磁虚 将我细腻于鼓掌之间 这一次 我连本带立还给你们 陛下让我去多办行刑 从柜子手到行长守卫 都是自己人 断头台也安置在 林彦君较演的地方 这样一来 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 偷梁换柱 那天我们去死的人是谁 那天我们去死的人是谁 当然是那两个最该死的人 那晚我从大楼出来 卢川便来找我 说紫园道乐看见何苦道人 带着他的两个随从 秘密出了宫 原来如此 这个偷梁换柱的手法 总觉得有些熟悉呢 你说是吧 是啊 有其熟必有其弟嘛 对吧 信仰 不 现在应该叫陛下才对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所有人的行李我都受的 但你们俩的行李我受不得 你这皇位是名正言顺的 有什么受不得的 我这个皇位是名正言顺的 皇位是你们扶着我坐上来的 虽然现在你们保住了姓名 但从今往后 这世上便再也没有 冯夕跟冬月了 你们也将被当成奸命 记在轻世中 从此以后 我们就是无脸无性之人了 这样也好 我们可以一明一暗 一起对付陆远潼 无脸无性 但有情有义 对了 小文心在哪儿 临走之前 我想找她说说话 她一直在等着你呢 就在后院相访 走吧 我带你去 走吧 我带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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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